走进古迹讲故事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怎么样您各位,年过的都好吧 那我想啊,那惹定是不错 您先别急着批评我 不更新呢,那肯定是有原因的 您想啊,谁家也不是关起门来过日子不是 这大过节的总得迎来送往的吧 这不刚孝顶孝顶 我就叮巴叮巴的跑这来跟您聊天了吗 既然过年了,咱们就得轻松一起 咱们上外边溜溜去 离开北京城,离开这个清代的后宫 去哪啊,去张家口 可是啊,我决定咱们不去那个 重礼冬奥会的举办地 咱们在祝福冬奥会成功举办的同时啊 咱们去一个消停点的地儿 这就是同属于张家口地区的 杨元县的开洋古堡 我这属于是舔着脸的 我就明说了啊 这一波啊,咱们绝对算是蹭热度 蹭谁的呀 iPhone13 Plus 我是肯定没给别人做广告啊 因为那么大的苹果公司 他也不会看上我这么一个小博主 我想啊,很多朋友都知道 每到年末的时候 这苹果公司啊 就会用他的主力旗舰手机 拍摄一个小电影 给自己做宣传用 今年是也不例外 这个小片啊 从往年的五六分钟 一直到今年的二十分钟 这片啊是拍的越来越长 故事好坏 咱们先不论啊 随着这个拍摄设备的更新换代 这电影的质量肯定是越来越好的 今年这个小电影啊 名字叫做卷土重来 它的外景拍摄地 就在河北洋原的开洋古堡 今儿啊 我就跟您聊聊 这开洋古堡的故事 关于这个美景呢 您随着我的镜头看 我觉得我无人机飞的还是不错的啊 像往常一样 咱们把这主要经历啊 还是放在这故事上 这座古堡在哪啊 这座古堡啊 在洋原县 具体位是不用我跟您细说 您不管是高德地图 百度地图 还是那谷歌地图 是导航祭道 整座古堡啊 坐北朝南 建在一条大河的边上 这条河呀 是桑干河的支流 在当地人的嘴里啊 这条河有两个名字 有一个名字呢 很普通 叫沙河 还有一个名字挺有意思 叫海挖沟 现在的环境啊 是北风缺水 据说这条河呀 已经几十年 没经过大水了 据这个查哈尔通知记载 今天我们看到的开阳宝 始建于唐代 宝墙全长350米 南北长啊 216米 城墙宽5米到8米之间 城墙呢 有8到10米那么高 其实这个地方 在再早的史记当中 就曾经提到过 史记赵世家 记载赵武灵王 封长子张 为代军安阳军 西汉东汉时期 这里啊都称为东安阳县 县府所在地 就是这开阳宝 今儿咱们啊 不聊这赵武灵王啊 浮浮其设 也不聊他呢 被饿死在沙丘 今儿咱们聊开阳宝 这话题啊 那悬了去了 今儿咱们要聊一聊啊 这开阳宝的风水 这十年前的时候啊 那会儿我还没有无人机 站在古城堡南门玉皇阁下 我就感觉啊 这整座古堡格局十分奇特 因为在济北地区 雨县洋园附近 散落着无数村堡军堡 不过在古城堡的格局上 这开阳堡 是我见过最大的 普通的古堡再大 也就是两条十字街 再大一点呢 也无非成王字形 多两排房而已 您看这开阳宝 可是不一样 这开阳宝啊 它是景字街 俗称啊 是九宫街 有很多啊 对风水学啊 有研究的朋友啊 到这一看都说啊 这就是九宫八卦街 要我看呢 这跟八卦一点关系都没有 粗通中国文化的人 一眼就能看出 这就是洛书 今天啊 咱们暂且不分析 这洛书出现在 城市格局当中 有什么意义 既然啊 在这风水格局当中 出现了洛书 那么离灵归就不远了 这灵归在哪啊 咱们把这无人机啊 再往上升上 咱们在高空当中 您就能找到这只灵归 您看这个风水格局了吗 那必然是精心堪于出来的 您看这座古堡的地形 最南端 有圆土包成龟头状 土包东西 各有一小土丘 那就是龟眼 北面有一高台啊 那就是龟背 就是现在城池的所在地 高台和大土包之间 有一条平缓过渡的土带 就好像龟境一般 高台的左右 又伸出半岛形的土台 好似乌龟的一对前兆 这巨龟的前方啊 是一道溪流 这整支灵归啊 呈引镜碳水状 有人说啊 这古堡的前边 沙河呀 是条济河 这古人呢 虽然不能料到这条河呀 如今已经成了死河 但是济河常年缺水 那也是对风水不利呀 这您就不用担心咯 据当地人说呀 当年在灵归 龟头的两侧 有两眼清泉 虽然前方的济河 是常年亏水 但是这两眼清泉啊 常年有水 而且冬季不动 中国古代北方啊 因为它有皇上 所以呢 这种格局啊 通常也被堪于学家 解释的比较小 就像这种格局吧 大家都解释它为啊 灵归碳水 一呢 这一方宝地啊 它有灵兽在 是必出贤胜 二呢 有灵归保佑 在这一方土地上啊 无论是建城池 或者是大墓 都不会受着 风水变换的侵蚀 在南方啊 运用这种风水格局 那起的名字 那扩了去了 远了不说啊 咱就说香港 香港会战中心 那个格局 和这个是一样的 人家那个格局叫什么 叫灵归碳海 当年啊 兼会战中心的时候 那也是无数高人指点 那只灵归 拖动的是什么 是整个香港的经济 那抑郁着香港的腾飞啊 这事啊 离咱们忒远 咱们不多说 咱们还是说这眼巴钱的 那说到这儿 有朋友就说了 你看现在这个地儿 破败的如楼兰 荒凉的如火星 这里它不像是有灵兽 忽悠的劲啊 哎 您算说对了 这个局啊 让人破了 而且几乎啊 现在成为了死局 据这个当地老乡说呀 不知道哪朝哪代 有一位高人 来到开阳堡之后 看到灵归碳水 这道风水格局 不知道啊 他是替天行道 怕这出了高人以后啊 导致天下风筝 生灵涂炭 还是这位高人呢 他直接受命于朝廷 四处巡游 砖断民间的龙脉 这位道士啊 他有名有姓 叫方观成 据说当年这方观成啊 在这儿一住就是两年 整天绕着这灵归碳水 这道格局传 他每天啊 就琢磨着 怎么把这道风水局 给他破了 哎 这破局的办法呀 还真让他想出来了 于是啊 他就跟当地的乡民说 我呀 要出资在这里建庙 要建呢 咱们还不是建一座 说服了当地的村民呢 这一切事就都好办了 这牛鼻子老道方观成 拿出钱来 在灵归城开阳宝的正中心 中轴县的物际土上 修了一座城皇庙 关地庙呢 就建在宝门的一侧 佛殿修在宝门的对面 东西两侧呀 各建一座龙王庙 他这个破局的办法呀 很简单 那就是城皇坐正 关地把门 佛祖压脖 龙王镇着 您别以为这样啊 就能把这灵归压死 顶多算是镇住了 这老道最损的地儿啊 就是坏了龟头前边的两眼泉水 这有水才能煮柜 江河湖还煮大柜 王侯将相 帝王之家 这一杯一盏的水呀 煮小柜 安身立命是家道小康 这水一枚呀 这道局算是真破了 真成了一道死局了 雪上加霜 因为气候问题 这些年呀 桑干河都没水 这道沙河呀 更是几乎都成了沙漠 不单单啊 是灵归碳水的格局破了 这宝子里呀 也是逐渐的人口越来越西 大伙儿啊 也都逐渐牵出了这里 这关内楼兰的名号啊 其实早就有 自媒体出现以后 很多主播呢 也是为这儿啊 极力的宣传 可是这漂亮的开阳古堡啊 还是逐渐的在没落 我倒是认为 这不能说和这个死局没关系 主播我呀 也没有话天惊道 指点迷津的本事 咱们不就是聊天吗 您要是不喜欢呢 就知道我在胡说八道 这过年了呢 给您讲个神话故事 乐呵乐呵 咱们下集呀 接着讲咱们的九子夺敌 我是您的好朋友昆林刘石 在这儿呢 祝您合家欢乐 新春大吉 喜欢的频道 您别忘了 点赞关注 我也带着评论转发 天儿不早了 今儿就到这儿 咱们呀 明儿见 拜拜